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韭菜非常好吃的做法 不包饺子,不做馅料,也不用烙饼 早上起来做一锅当早餐吃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又有营养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往韭菜里面加入一勺小苏打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韭菜就可以 然后用手把小苏打化开 小苏打能使韭菜里的农药残留快速分解 洗好以后先放一旁浸泡10分钟 10分钟后韭菜泡好了 用流动的清水把韭菜多清洗几遍 这样就能去除韭菜中的农药残留 韭菜洗干净后放在案板上 把根部比较硬的地方切下来 今天呢,我们就只用叶子部分 根部呢,就留着炒着吃 然后把韭菜也切碎 尽量把韭菜切碎一点 这样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全部切好以后放大碗里面 接着在韭菜中加两大勺面粉 用筷子把韭菜和面粉搅拌均匀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 边倒边搅拌 把它搅拌成这种棉絮状 再下手揉成一个面团 我们在和面的时候 把面粉先搅拌成棉絮状 然后再下手来揉面 这样面团就不容易粘手了 刚开始揉面很难揉光滑 我们可以把它静置五分钟左右 然后再来揉面 这样就很容易揉得光滑了 把它揉成这种光滑不粘手的面团 然后再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它分成那小均匀的小面剂 接下来取一个面剂 放在手中捏一捏 再把它搓远 要是觉得粘手 我们可以在手上抹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就不会粘手了 然后用手按扁 像这样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 把它摆入盘中 盘子底部我们可以刷上一层油 全部放好之后 盖上一层保鲜袋 醒发三十分钟 趁这个时间 准备一个西红柿 在顶部划一个十字花刀 再把它放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开水 把西红柿的皮烫一下 这样一会在去皮的时候 就会方便很多 先给它放在一旁浸泡几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薄末 切好以后 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块五毛钱的猪瘦肉 先把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 放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往小碗中 打入一个母鸡蛋 滴入少许白醋去形 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散开 搅好以后 先放一旁备用 西红柿烫好后 放在案板上 把西红柿外皮撕下来 看一下这样 很容易就把外皮撕下来了 然后对半切开 把根地切去不要 接着再把它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 放入小碗中备用 起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 把肉丁倒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翻炒至肉丁变色 肉末变色后 把姜末倒进来 翻炒出姜的香味 炒出香味后 把西红柿丁倒进来 用铲子不停地翻炒 把西红柿里面的汁水炒出来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炒出西红柿汁水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始调味加入一勺盐 一勺生抽 一勺胡椒粉 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开大火烧开 这个时候我们的面团已经醒好了 取一个小面团 把它拉长 然后把它撕成小面片 像这种不规则的小面片就可以 锅中水开后 把面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 全部下锅之后用铲子搅拌一下 防止面片粘连在一起 然后盖上盖子把面片煮熟 现在面片煮好了 看一下煮成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鸡蛋液倒进来 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最后再把葱段也加进来 搅拌均匀即可出锅 盛出来装入碗中 这样我们的韭菜面片汤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营养 早餐来一碗 吃起来健康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 ed의